大家都聽到有防疫員在說 新來很感慨說 我們今天在上班 有罪多 不然我就執行得到好 有效嗎 我現在這邊 我先首先最重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等一下有一個連署書 希望大家把資料留給我 以後有更多的訊息我一定要給大家 因為這個 其實我現在可能最重要的還是跟大家報告 其實我們在8月底9月初期 有寄給台灣兩大黨民進黨 國民黨 就是說你對PN2的一些政策的看法 後來他們都沒有回聞 然後國民黨有一通電話跟我說 我們已經送給政策會 可是我們到現在還等這個白皮書 民進黨到現在都一直沒有下落 我們也非常的失望 然後我每天在等訓 我就跟我們會長說 可能是這個傳書官 然後我只要想到很多的方法 還要用這個方式就是 我用連署書 但是也有人告訴我 你用連署書 整百的一千五百的高雄 你都沒有效 就是要老人就照好 要一萬人就照好 一萬人三萬人 可是這都是 是我們的環境跟我們的政策 習慣了太過程的時候 是人民的鼻子 是非常鼻子 是非常鼻子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進度的說法 就是說 我用了這個傳書 我現在要怎麼做 就是人民的聲音要出來 而且我們要做到什麼時機 總統大選 因為 或許我們的協助長非常想做 可是很多的空氣品質 都是跨部會的 經濟部 交通部 甚至還有我現在今天都知道了 農委會也是 這都是 只要我都該管 就是總統 總統 所以我們這次要求就是 我們在11月28號 我們會招待在台北 台大校友會館 開一個記者會 然後我們會當天 發表一下就是 我們對總統候選人 我們要求 我們現在目前 有兩位總統候選人 蔡英文跟馬英九 有第三人會浮上台面 就是宋楚瑜 總統候選人 所以我現在對這三個人 提出一個 一個白皮書 就PM2.5具體 具體喔 要具體的政策 你不要給我口號式 不要給我 給我文字化而已 或者是一些立法 那些都沒有用 我要具體的政策 什麼叫具體 好 把具體的離出來 之後 你上任了有沒有做 我覺得 人民要做的是這個東西 就像 4月3號那天 蔡英文她有 實話真是有簽下台皮書 以後她做不好 我一屆人文一定會告她 我一定用人民的力量去反覆她 不管任何顏色 我不分藍綠 因為為什麼 美國牛我可以選擇不吃 空氣我可以選擇不要吸嗎 對不對 我賺了那麼多錢 要來做化療嗎 我不可能去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米林她的小孩子也是 已經都氣喘了 可是我的孩子也 也鞭臨了 我每天晚上要半顆的 看過米的腰 不然晚上就夜渴 就渴到最後晚上 吃的東西就全部脫掉了 我每天都要洗被單 我也兩個都一樣 甚至我住到彰化市 我台化的旁邊 我現在晚上要買夜渴 背泥 所以我也是屬於比較弱勢 就是抵抗力比較弱的人 所以我覺得PM2.5這個東西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不要把它政治化 甚至我覺得人民的健康是最重要的 所以接下來我們11月28號 我們會做一個記者會 然後邀請三位候選人的總統出席 給我們一個講清楚說明白的 PM2.5政策具體 政策的白皮書 然後我們會在12月11號 請他們提出來 12號12月12號 我們會再把他的政策排皮 具體的白皮書交給專家學者 或者是一邊環保團體 來研商他的東西寫的是 我們會當天在12月25號的時候 會提出提問他的具體做法 是什麼 甚至我也希望說南部這邊的 他對哪些工業的具體的政策要做出來 像我台中我一定提台中火力發電廠 你要怎麼政策要怎麼改 你要怎麼改善 還有一點就是台化你何時簽證 何時簽證 不要再危害我們彰化人了 因為他現在據我手 他裡面的員工只剩下一千人 可以走了 我們可以種十萬棵的樹 還給我們乾淨的空氣 如果他們全家 往我們家全家要移民 我們歡迎他 我們一定要放臉 所以我希望是做到這樣的東西 而且我們現在就是12月25號 我們在台中的育園酒店 其實我們有很大的重擔就是說 育園酒店他會不會有壓力 像我昨天我本來要跟我們會長 一切聯盟的會長開會 他就說 屬於我才去 因為國稅局來查稅 所以我到他的整首去查稅 所以一天我就開會中校來了 就沒辦法做不完 我們是經了期考驗 沒關係 要查你就查 我們都乾乾淨淨就不怕 接下來我們就是這個進度 我可能大家跟大家報告 最重要還是這個連署書 我們也希望高雄這邊 12月25號我們可以一起來 因為我們現在最擔心就是說 總統候選人他不來 所以我也希望憲圖長說 我們的馬總統 我們真的非常歡迎他來 他來參議員就會來 所以也非常拜託 然後宋主也會來 所以我們希望 其實也歡迎他到高雄 或到彰化來long stay 我們都歡迎他 所以我們希望他一定要出席 所以我是簡單的報告 我們最近 PM2.5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 我覺得很悲哀的是 我們要抓住總統大選的契機 然後甚至其實 剛才這位綠黨這邊有提到 立委的部分 其實我們有經過討論 我們本來有一個提問 就是立法委員的政策的 他對PM2.5的了解跟政策 他的想法 可是因為只剩下六個禮拜 就大選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抓住 統就是我們的總統 是攸關我們的 人民空氣的健康的 我們一定要請他做出一個 非常具體的政策擺提書 就是這樣